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的最后,我们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思考的问题 就是如何用我们上节课所学的内容来表示这样的一个世界杯准决赛的小组的分组情况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来表示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上上节课我们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32次球队被分为了ABCD,密集到H 这样的八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又包含了四字球队 好,那么也就是说它们在结构上面是一个嵌套的结构 听到嵌套这个字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些什么呢 对啊,这个可以用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嵌套列表的概念来表示 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IDLE里来 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嵌套列表 大家还记不记得嵌套列表这个方式 最外面是一个中组号 然后里面有若干个子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我们先把它的基本轮廓给发出来 好,这是四个 然后我们总共有八个小组 那么我们再添加这样的剩下的四个 这个就是嵌套列表的一个基本结构 目前来说的话,嵌套列表的内部 每一个子列表还是空的,对吗 好,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球队的名字填在里面就可以了 我们只填一个,做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决定的时间,巴西,克罗蒂亚,墨西哥 我们开始在里面 巴西,这个第一个 克罗蒂亚 然后我们是墨西哥 然后我们是卡麦隆 好,那么这个A组的球队就填写完了 好,同样的道理 剩下的七个小组都有他们对应的球队 填写完成了之后 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杯准备赛的 小组阶段的分组情况 我们就成功的把它给映射到了 我们的passing中 好,虽然这个例子很简单 但是它体现了我所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的意识 好,那么从我们之前用这样的一个列表来表示我们的四个技能 然后再加上我们用这个签套列表来表示这样一个分组情况 我们可以很想看到 其实有时候编程就是在描绘我们的现实世界 无论多复杂的项目 或者说你要解决多复杂的问题 它最终都会归结到我们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数据类型上面来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学习 第二个可以表示主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类型 它叫什么呢? 它叫这样的一个元族 好,那么我们不说废话了 我们直接看一下元族如何定义 就如同我们用中阔号来定义列表一样 我们定义元族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小阔号 那么里面就是和这个列表是一样的了 每一个元素之间用够号把它给分隔开 好,还有一个和列表相同的地方就是 它呢,还可以是这种不一样的类型 这个呢,也是一个元族 好,接着呢,大家呢,可能会猜到 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个元族的一个访问 它启动内部的元素的访问 我们试一下,简单一点 好,同样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形式 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虚耗的方式 比如说0,好,先等到1 这个呢,和我们的列表 包括支付串的行为都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说呢,它呢 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两个数字这样冒号的方式 来得到另外这样的一个元族 好,那么同样呢 它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 相加的一个运算 比如说呢,4556 OK,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相成 好,123,123,123 这个呢,和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 列表呢,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呢,我们快速的把它复习一遍就可以了 这里呢,就不再做过多的解释了 好,那么我们学习到这里 有些同学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啊 既然啊,这个元族的定义啊 和相关的操作啊 和我们之前所学习的列表啊 是如此的相似 为什么在python中 还要区别这样的一个列表和元族 为什么不能只用列表 或者是只用元族 那么如果大家采取这样的一个疑问啊 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啊 学习呢,就是一定要敢于质疑 只有你质疑了一个事情的话呢 你呢,才可以把这个知识点 给挖得更加透彻啊 好,那么元族和列表之间呢 一定是有区别的啊 只不过这个区别呢 目前来给大家讲的话呢 大家呢,可能勉强能听懂 但是呢,理解的并不是很透彻 我们呢,把这个内容呢 放到后面再来讲解吧 好,那么我相信啊 元族和列表的区别啊 大家呢,随手在网上搜一下啊 就会有很多的答案 会很直接的告诉你 但是我希望大家啊 当你看到这个答案 得到这个结论了之后啊 你能不能像我这样的啊 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证明一下 他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是否正确啊 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 好,那么在元族这个课程之后啊 我们来讲一个编程里面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约定属成的一个习惯啊 比如说呢,我们之前啊 我们说到这样一个整形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用IMT来表示这个 好,然后呢 我们呢,还说到这个直券 我们通常呢,会用这个STR 好,再比如说呢 我们之前啊 说这个列表的话呢 我们呢,会用这个list来表示啊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啊 整形,直券,还有这样的一个列表啊 我们在聊到编程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呢,并不一定会说啊 这是一个整数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int类型 或者是说呢 这是一个list的类型啊 那么当大家说到这样的一个啊 list的类型的时候呢 在python中呢 你要马上能够明白啊 这个呢 他说的这个list的类型呢 就是一个列表类型啊 所以说呢 每一种数据类型呢 它会有典型的一个标识 比如说呢 这个list的列表 好,这个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的原主啊 他的这样一个标识类型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123 好,time 然后中间这个原主啊 好,大家看啊 是这个啊 好,这个怎么读呢 他读着 他读 好,再比如说啊 我们之前演示的啊 这个整形啊 整形呢 它呢是这样的一个eat 好,再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个list 列表 list 好,我们可以呢 刚刚这个例子都举一下 好,写串 好,那么啊 得到htr了 好,那么啊 这个class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class呢 就是我们在后面啊 讲面向对象的时候啊 要重点给大家讲这个类 好,那么当然呢 我并不是在这里啊 要给大家讲类这个概念 类的概念当然很重要啊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有到这个学习阶段啊 我在这里呢 举了这样的一些事例啊 就是想告诉大家啊 有时候呢 我们并不会直接说啊 哎,这是一个整形 这是一个列表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说 哎,这是一个inter类型 或者说这是一个list的类型啊 那么当别人啊 这么说的时候啊 你要能够知道 他说的是整形和列表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对常用类型的 英文的一个类名 比较熟悉 可能很多同学啊 对这个int啊 整形,inter类型 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呢 在很多的编程语言里面 都是用这个int来表示整形 但是呢 而我们很多同学呢 对这个tuple啊 并不是很熟悉啊 很多同学呢 学了很长时间在Python 还不知道 tuple这个单词啊 在Python里面 表示的是原主啊 好,那么在本节课的结尾啊 我们呢 来看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奇怪的现象是什么 恐怕是m-type 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啊 这个里面啊 我们不再加入这样的一个123啊 我们的删除2和3 只保留一个元素 大家注意啊 这里是有两个括号啊 外面这个括号呢 代表的是type这个方法 它所需要的括号 而里面这个括号 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的话呢 它呢 应该是一个原主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原主只有一个元素 好 那么我们猜一下 它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好 我们实践一下就知道啊 直接回测 证信 诶 我们发现啊 它居然是一个整形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整形呢 我们呢 就可以猜测到 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元主的单一的元素是整形 所以说呢 它显示的是这个整形呢 我们可以换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换一个制度价 大家觉得是什么 STR啊 那么这个现象呢 就很奇怪了 我明明呢 我明明呢 这个里面呢 是一个元素 只不过这个元素呢 有一点点特殊 它是只有一个元素的元素 那它为什么不是显示的这个TOPLE啊 而是显示的是这个元素本身的类型嘛 好 那么啊 语法的学习呢 是有些枯燥的啊 所以说呢 我尽量在每一些课里 都给大家带来呀 它是里面的一些奇妙的小现象啊 这个呢 肯定不是我们编译器出错了 这个呢 大家是要相信的啊 编译器呢 是不太可能出错的 好 那么为什么显示的 和我们的预期不一样 没有显示的一个TOPLE啊 我们呢 放到下节课再来讲 大家下学之后呢 可以来思考一下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